因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 民进党近日召开首次选举检讨会 民进党资深民代刘世芳炮轰会后的检讨报告没有重点 他质疑这是否是民进党中央的刻意安排 近日民进党九合一检讨小组召集人郑文灿 邀及各县市党部主委召开检讨会议 但会后民进党中央的新闻稿内容含糊引发党内不满 民代刘世芳会后开第一强 他表示民进党的第一份检讨报告令人意外的没有看到重点 新闻稿轻轻带过 岛内媒体看到这样的内容都懒得发稿 他质疑这是否是民进党中央的刻意安排 刘世芳表示台湾行政机构官员放任会选案件泛滥 他质疑选举时岛内50亿至100亿新台币规模的赌盘 是否有侵略人士大量参与 刘世芳指出不少民进党籍县市长候选人 选择性帮助市议员复选 结果造成市长议员两败俱伤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 刘世芳的怒火是真的 但他对民进党服选和执政彻底检讨的要求恐怕也办不到 事实上蔡英文在败选当晚就定下基调 他说民进党中央很努力 但现世深耕及人才养成不足 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推给现世 但民进党这次大败 分明是民进党中央主导的执政挑起民怨 导致讨厌民进党风潮再起 才会输得那么彻底 问题是在蔡英文稳定政局的军令下 台湾行政机构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 民进党中央的责任都不能检讨 那就只好做做样子 谈点皮毛给外界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